在德華區有很多問題 德華區是很舊的區 是舊區 裡面有很多堂樓 施潔問題也很嚴重 有很多石塵鼠藝 中間包括有一個荃灣街市 街市自然有很多商鋪 商鋪也有很多雜物 這些是需要解決的 後巷問題、流水、滴水問題 其實在德華區是需要解決的問題 德華區有很多老人家 我們可能要安排很多的 他們身體都不太好 都要幫他們回覆這些血壓的問題 幫他們量限血壓 看看他們告訴他們醫療 這些都是關心他們的 你只可以說是我們香港年輕人的心願 心意 希望每一位老人家都能打他們 其實很熱愛香港 也很熱心 好好香港 都會的 因為其實荃灣區 你看到後面這個陽空道士兵大廈 其實這個位置是不停放催淚彈 而且是放學不少的 其實政府一直都沒有公布出去打的成分 我也不知道出去打的是什麼成分 這件事是非常危險 我也不知道老人家會不會有事 但醫生也不知道會不會有事 其實這件事是 所以應該盡快公布他的成分 檢測一下 其實這裡的環境有沒有什麼問題 感受當然很大 其實由六月開始 我們整個香港都陷入一個 非常不明確的態度 不明確的狀態 政府又去自己的自把自為 外面當然有我們的抗爭 我覺得政府其實應該是 麻將會議的訴求 年輕人其實是為了他們的將來 犧牲了自己 也犧牲了很多事情 包括學業、事業 其實他們是付出了很多 我覺得政府應該是不應該是 馬上不認 不是應該要 只是這樣倒點 可能是這班的明顯 當然這是一個公投式的選舉 我可以這樣形容 大家都會提出 其實在這個情況下 大部分人都會對建制 對政府不滿 因為這是反送中的問題 他們過去經常自把自為 以為拿了個區議會 用蛇齋病種 就拿了個民意 但其實這是不是的 我們要告訴政府 其實我們香港人告訴政府 其實我們是說蛇齋病種 是沒有用的 我們是說對我們香港人的未來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要跟政府說 是不可以的 所以要推翻它 其實這是大部分 不知道會為了錢 反轉派大勝的一件事 是難得的 因為每一區都難打 我想說 所有區都難打 因為建制派其實他們 也都無限資源 我們都很明顯 我是一個素人 都沒有任何資源 所以其實贏了是真的奇蹟 也很希望未來可以繼續 在荃灣區議會 為大家服務 這件事我覺得是其中一階段的事情 我們不可以說成是怎樣 只要為一階段成的事情 因為其實暫時 這個moment 我們還是看到法案的影響是怎樣 我希望可以在未來的一段時間 或在短期內 可以看得出這條法案對我們香港 會造成怎樣的好處或者壞處 然後應該就是林鄭政府的 林鄭政府的政權自以為是 經常覺得它有精英主義在這裏 都有中聯辦的壓力 當它有得大多建制派 加上它自己政府的權力 加上中聯辦的背後去撐腰 它可以其實是有一個非常龐大的權勢在這裏 香港人其實除了走上街頭可以做些什麼 也都沒有辦法可以阻止它 所以其實這個是 這個應該是到時導致成一個 怎麼說 兩邊就有一個嚴重的降低 它也都不理民意 其實一個不理民意的政府是非常危險 因為會導致整個民間的反彈 整個反送中就是怎樣形成 剛才可以說 香港年輕人其實是香港很高貴的財產 但是他們也有香港被弄 我不希望他們受到傷害 也不希望有任何人受到傷害 但是我只可以說 如果政府繼續平衡不靈 繼續支持下去 香港年輕人應該不會保護 好 麻煩你 謝謝 拜拜 如果你們會知道 我先讓我們知道 容若 沒有 Tim Cuid 你 你